開始教導K250S1的膠膜穿法 首先我們看一下機器的左手邊 膠膜桿上面一定要有一個空的指管 這個空的指管的話就是從我們新的膠膜用完之後 它會生成一個空的指管 然後右邊是裝新的 我們再把新的用的空指管移到左手邊來 可是穿這個空的指管是要注意一下 它有四個甲板 四個甲板都可以共用 可是有一點甲板的正中間有兩個洞 在這個膠膜桿 左邊的膠膜桿 這裡有兩支插銷 穿了之後 把膠膜跟指管拍到密 不管是空指管或者新的膠膜一樣 都把它拍到密之後 再放到裡面 轉一下 對一下那個卡榫 對好之後將蝴蝶螺母轉緊 轉緊之後 我們將機器電源關掉 把右手邊的蝴蝶螺母鬆開 把兩個夾 紅色夾板都取出 一邊放一個拍到密 用好之後 它轉的方向是逆時針轉 你這樣將新的膠膜裝上 將蝴蝶螺母轉緊 不用說很緊 它只是幫它彈出來而已 好了之後 在機器的右手邊有兩支杆子 它是在膠膜在滾紋的上方 比較容易穿錯是這裡 在模具的上方 它有兩支細的杆子 這是膠膜體感 穿的話一定要穿到膠膜體感的上方 不是穿到底下 這個地方比較容易穿錯 那假如我們用到一半時候 穿的話 手盡量不要伸到太裡面 假如我們用到一半 要換膠膜 這個還是有溫度在的 我們盡量把 手往外拉 不要放太多進去 然後往裡面 推進去 然後在左邊 它一樣 有兩個膠膜滾紋 一樣是在它的上 外面 再由空直管 底下穿上去 穿好之後 新的膠膜上面會有一個膠帶 腳的膠帶不夠連 沒關係 我們可以用這個膠帶 黏好 黏好之後我們注意一下 右手邊 假如膠膜是在 外面的話 記得把它放到這個膠膜感應器裡面 那一般如果沒有 不用刻意去對它那個黑點 它自己在我們 在封第一杯的時候 它自己會抓這個黑點 這就是K250 SE的膠膜穿法